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大勝之後 很多人講說 2012他們可以贏過馬英九 今天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蘭出來講話了 他說最要注意的是什麼 藍綠的基本盤64比4沒有打破的 他甚至講民進黨現在有兩個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個五都選舉若沒好好衝的話 2012不要想要贏馬英九 更重要的一個點 中國政策不改變 特別是陳英寧馬上要來台中了 如果又發生有所謂的暴力事件的話 整個民進黨形象還是會受損了 是我們今天訪問的許信良前主席 許主席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胡仲信胡大哥 請給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許主席出來講了一段話 在中國時報專訪裡面刊登 他說綠的民進黨不要太高興 到目前為止 這縣市長現在顯得不錯 可是基本盤是沒有破的 無助於2012 請教主席一下 民進黨不是很高興嗎 都說是歷史的新高 為什麼基本盤還是沒破 2012贏不了馬英九 是的 當然這次選舉呢 我們必須說這個民進黨中央呢 打來一場很完美的戰 小英這個形象好 一直為止好形象 整個經驗過程 黨都非常團結 大家都賣力投入 包括說像無奈人 民主席 副民主席 洪耀夫 他們都是掌握選舉節奏 分辨選舉資源 那都是 真的都可以說是選戰專家 所以這次 整個仗打得很好 可是結果呢 可是我要說說 民進黨必須輕行的知道 這個結果呢 不足以成為2012 這個勝選的這種指標 這理由很簡單 就是民進黨並沒有突破 這個他的基本盤 我在這裡給大家一個 最清楚的數字 就是說去年是民進黨 這個情勢最不好的時候 這個阿扁的這個問題 還有紅山軍起來呢 最不好的時候 那謝陽庭這個 謝陽庭選這個總統 那個輸了兩百多萬票 可是我們知道說 所以謝陽庭你可以說 謝陽庭得票呢 就可以當作是 民進黨的基本盤 因為沒有其他人 會支持民進黨 除了基本盤以外 很有趣啊 謝陽庭在去年 總統大選得票 跟今年在這個17縣市 除了花蓮縣因為 民進黨沒有獲選人嘛 除了花蓮縣 民進黨沒有獲選人 我們不要計算以外 其他16縣市的總得票 就民進黨在這個 16縣市總得票 跟去年 西洋庭得票呢 差四千票而已 這麼近 所以接近兩百萬票 總得票 超兩百萬票 今年的民進黨得票 這比西洋庭去年 多四千票 四千零的 零八十七票 所以你就知道說 幾乎一樣 幾乎一樣 那幾乎你對比各縣市 差不多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所以一直說 所以民進黨今年的得票 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盤嘛 所以大勝是因為 國民黨票一開出來 不是民進黨已經上去 大勝純粹因為 國民黨這個 這個 國民黨的泛藍的選民 不出來投票 所以主席你認為說 民進黨真的要直起 2011要贏馬英九的話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明年的五都選舉 民進黨的什麼 一些天王跟天洛 都比 你說所謂天王跟天洛 是誰 包括蘇貞昌 謝長廷跟小英 都比一下去選 當然我想這個 當然我想這個 也就是說 今年的選舉 雖然民進黨得到很大估 但是要知道說 這不能保證 2012就必贏了 所以還要 天王門真的要 真的要很認真的 開疆拓土 當然明年這個五都 尤其中北部的三都市 完全是都會選區 所以我覺得民黨天王 如果說民黨希望 這個2012勝選的人 而且有影響力的天王們 都應該很認真的考慮 投入明年的選舉 而不是2012 我簡單講 像今天大家談了說 比如明年如果說 最有利的候選人 比如說新台北市的 這個蘇貞昌 本來就是當過八年的縣長 那小英非常適合 這種台北市的選民 就是說這個都會選民 而且這個自治分子很多的 而且是公務人員 最多的地方 剛剛跟小英背景 剛剛符合這個 台北市選民的期待嘛 坦白講 所以這個是一個 挑戰台北市最好的人選 當然是蔡主席的 好問題的 但那個情況是 當然我說 如果天王門 還有一些競選 我更認為說 像這個比如西洋亭 這都可以考慮 你認為他也應該下去選 我個人認為我叫蔡中士 因為西洋亭 學過台北市 選過這個高校市 南北都有 所以有至於2011的話 中部去參選的話 對他以後 如果還真的有政治意圖 對2012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要說說 這當然很多人今天懷疑說 如果他們參選 2012太短了 那怎麼辦 我一直認為說 今天呢 民黨必須解決問題 黨來承擔 黨來 比如民黨在明年 爭招這些人參選 這個五都市場的時候 就清楚向社會交代 這些人都可能成為 2012的候選人 我們看他們的表現 2012中 民黨候選人 是以明年參選人的成績 作為重要參考一局 可是這樣主席 抱歉 這樣選民會不會 會有意見 甚至會搞到後來 因為這樣 五都都輸掉會不會 我個人認為雖然如此 其實 爹果說 其實民黨中央 向他執責 向社會 很坦誠地就這麼講 好不好 那比如說在 如果在 比如說在這個選人手 這個對手可能質疑你 選民可以質疑你 說你也許 也許不認真當這個 當市長 可是你要曉得 這些都是天王級人物 他們過去的努力 他們過去的表現 其實都受到社會 相當高度的肯定 比如說我講說蘇貞昌選新台北市長 學民自己他坦誠講 我是可能選總統的人 我聽了黨中央的決定 黨中央政召我選總統 我就選總統 那個情況是 人家說你不好好當市長 不是這樣 簡單講就是說 因為你選了幾個可能性 一個我不可能 我有可能不被徵召 那我一定好好當四年的市長 對不對 那好啦 我徵召我也可能不當選 對不對 所以我也會好好當市長 那 挖英說我當選總統 你想看 我以總統的那種權力身份 權力幫助 我台北縣的建設 那 比我當縣長會更不好嗎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如果黨中央權力背書的話 這個其實我不認為選民不能接受 你說選民不希望他的縣長當總統嗎 我並不是認為如此 可是光是到時候 要不要選擇上的時候 問題就很大了 例如說 可能國民黨的候選人就講說 你這孫昌本來這些選總統的 那你選新別市做什麼 你說小英你可能當總統的 那第一個可能會選不上對不對 第二個如果真的選上 又突然要去當總統 時間 時間太短 不是我意思說 像這個東西我剛剛 就是必須要很誠懇的跟選民講 黨中央這麼講 候選人這麼說 我特別講 我剛剛已經講過說 其實對選民來講 如果他現場當總統 他的市長當總統 對他並不是壞事 並不是壞 第一個 第二個說 這些人其實應該講起來 不管怎麼樣 他不是說 不是說 一般講的 什麼 然後 餵內 餵內 他並不是這樣 他完全是 可以叫做是 台灣民主使命的要求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比當市長有更好的 這種 更好的 對這個台灣 對這個民主的貢獻 所以我不認為 像這個都會選民 對這個會太敏感了 會太在意 我真的不認為 來 郭大哥 我是很簡單的回應 許主席的一些觀點 很多地方 事實上我這幾天 跟我想法蠻一致的 第一點是 人民 在這次選舉 還沒有準備 在兩年後要政黨論替 還沒有 沒有錯 給馬總統一個教訓 給民進黨加碼鼓舞 就這樣而已 許主席最重要是點出來 這個6比4的基本盤沒有變 沒有錯 國民黨是100萬票 是 就是泛南 深南 包括中文小明沒有出來 這100萬票不出來投票 桃園縣就10萬人沒有投票 這非常明顯的 但是民進黨清朝而出 也就42 這一點我覺得民進黨要聽進去 第二點是正如蔡主席說的 兩黨的基本結構沒改變 什麼叫基本結構 我們剛剛看1949 共軍還沒有過黃河 清兵也只達到三海關 還沒有進北京城 還沒有變 所以我也主張五都 民進黨你要全力搶攻 為什麼 伊爾卿效應 地方包圍中央 行事先出來 忘掉2012不要想 人民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也在你節目講過了 蔡英文主攻北市 蘇文昌主攻北縣 夏英主攻中市 然後南高 整個氣勢帶動了 如果五席中搶了三席 甚至造成 這次是國民黨47比45 如果民進黨在直轄市 變47比45超過國民黨 那就賓華說的加乘效果 鎮案效果 美國人叫做Railroading 火車就把你撵過去了 如果這個形勢還沒有行程 還在談說黨主席誰 總統候選誰 這樣子的民意實際上說 我都還沒有準備好 讓你中央執政 你們談什麼 這一點民進黨要抓住 這個民意之所據 我們製作單位特別去查了一下 事實上主席提到說 蘭莉的這個板塊 事實上沒有變色 是6比4 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那時候便利得到多少票 事實上是39.3 另外呢 連跟宋 他們加起來 就剛好差不多是六成 到了去年的總統大選 2008年 馬蕭確實得到是58.40 謝跟蘇加起來是41.5 看起來真的是64比 可是主席現在有點在講 民進黨現在大勝啊 整個氣勢 這次不是有很多什麼B咖 緊急推的 也都選得不錯啊 所以民進黨現在聲勢 應該是更 所以問題 所以這就是剛好證明說 是基本派嘛 西小英選得這樣的票 B咖 C咖選也得這個票啊 就剛好基本派 所以這次選舉 你只能說 小英帶領了民進黨中央 非常成功的 鼓舞了基本票出來投票 那相反的 國民黨大量泛藍大量選民 拒絕投票 這個才是 這次選舉的最最正確的解讀 可是很多人會講說 既然已經大勝了啊 要不要三個拼完裡面 留一個 到了2012再來選 比如說可能留小英 或者留蘇貞昌呢 不 我個人一直認為 這個如果今年 就來處理2012年的問題 今年就開始 讓民黨內 對2012這個爭奪戰開始的話 絕對不利於民黨 在明年的選舉 當然更不利於民黨 在2012年的選舉 所以民黨 你說在明年選舉 要團結一致 就讓所有有志於2012天王 都參加明年的市場選舉 第一個各就各位 所以大家努力競爭 那這個表現 可以成為2012的 重要的參考一句的話 坦白講 所以這黨就團結一致啊 黨就不會爭 沒有什麼紛爭啊 那個 那個全力爭取 明年的五度選舉 然後呢 那當然不只如此啊 我個人認為啊 政策也必須做重大調整的 所以這樣的話啊 財議國可能擴張基本盤 不只是人的問題而已 民進黨基本盤 六四基本盤 如果百分之四十 六四 四六對民進黨不利的基本盤 如果沒有擴張 沒有改變的話 2012任何人選 都是機會不大 所以習主席提出一個 就是說明年 國民黨 跟民進黨這個大戰裡面 一個很重要 民進黨要去衝五都 所有人都要進去 票衝高 2012才有機會跟馬英九一搏 另外一個政策面的問題 主席特別提到的是什麼 如果民進黨再不好好處理 兩岸關係 必談中國政策的話 綠的經濟選民 就中間的選民是不進來了 還是沒有機會對不對 是 這個我簡單講 民進黨的四成 我們不用討論他什麼東西 當然這跟民進黨 長期主張有關係 他誰選都是四成 所以這個是二卡三卡選 都是四成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票 那民進黨 為什麼呢 國民黨的泛濫六成裡面呢 當然國民黨也有基本票 泛濫也有基本意識形態的票 但是呢 那另外六成 那六成裡面是哪些 除了基本盤以外哪些人呢 就經濟選民啊 關心經濟的選民 股票族啊 企業的 或者是企業族 或者他白年階級 他的幹部啊 結果還有甚至 結果那些 關心經濟的選民 那很多是不在乎藍綠的啊 但是呢 他們在乎經濟 這些選民坦白講 他們長期以來 在二十年來 在中央選舉 是沒有支持過民黨的 坦白說 就是不管怎麼樣 在兩千年之前 他們也許 也許對民黨有敬意 可是呢 擔心你 你沒有經驗啊 你不會處理經濟問題 所以不敢 不放心把 把這個中央政權交給你 到二零零八年以後 就認為啊 你們根本就是 一些兩岸政策呢 那麼清楚以後 就認為 你們根本就是不可能 處理好經濟啊 就兩岸等於經濟啊 我想對台灣的 經濟選民來講 這已經是共識啦 所以如果你兩岸 讓國民黨專利啊 變成國民黨專利 坦白講 那民黨完全沒有辦法介入 這個兩岸問題的處理啊 坦白講 民黨很難贏得 關心經濟的選民支持 所以永遠 六四的這個盤呢 就不會變嘛 那這樣的話就是 2012年還是會再輸一次 那當然是這樣 如果如果 如果民黨不調整兩岸政策 在這個 不能改變這個 基本盤啊 2012 無論誰選 結果都不會比 2008年更好 好 其實你這個提醒很重要 可是呢 2018年 他這個政策 都沒辦法調整啊 為什麼現在小英 或者民進黨 而且馬上有一個緊接要來的 江城會 在台中的時候 民進黨今天中常會 做了一個重要決定了 他們是要前往抗議的 可能也有10萬人 去包圍那個場地 連獨派都講啦 什麼賢賞300萬 要棄拿陳雲林 這問題有辦法解決嗎 解決不了 2015 民進黨怎麼會有機會呢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拿回來